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不好 笔记都已经请大家先看先画了 来我们再开始看 这个起慈悲心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慈 一个是悲 那悲的部分呢 就是拔苦心二事愿 慈的部分呢是羽热 一个是拔苦羽热 然后慈悲各把世红事愿拆为二 就是各二事愿 那悲呢 它也是要配合十法界 十法界的部分 那十法界的部分 你觉得菩萨跟佛这个部分它需要悲吗 不用吧 对不对 所以十法界扣掉菩萨跟佛 总共还有几个 八个 好 所以你看到在你们的十五行有没有悲三二道 然后下面的呢 第十八行 悲三三道 三二三三 还缺谁 还缺二圣 261页的第三行 二圣 找到吗 有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地方呢 它有什么部分值得令它觉得需要拔苦呢 它说啊 自卑这个菩萨呢 自己发现自己以前 这个自卑息骨是说 发现原来以前啊 自己是怎么样 起祸丹免 出弊设身啊 让这个身口一三叶 放重了做不善业 而后在六趣当中呢 轮回啊 今天呢 还以爱战残附啊 千千何痛哉啊 它是自己想到 以前是这样子啊 那所以说现在就要怎么样来令它们舍山徒啊 舍御 舍使御立 御舍山徒啊 想要让它们舍掉三二道 往什么 必须要求 要做什么 五戒十善 以此而自行 然后向心修福啊 那就像是呢 在世当中呢 交换啊 来把这个罪 恶业给忏悔 而且令自己不要再犯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圆丙图 让那个呢 整个圆丙图啊 要把善的比例增加 最后呢 当它要以相应业 习气应业来讲 它的圆丙图这个比例呢 属于善的部分就会增加 那就有举例啊 如这个鱼鹿骨口啊 骨口 对不对 骨口鱼鹿骨口啊 就是那个捕龙 捕鱼鱼的 人家竹子以前做那种像尖尖的啊 把它那样 然后呢 额腹灯中啊 狂济邪解谜谜谜 可更隐邪 他说 做的错的 如果呢 再往这地方去 不是越做越错吗 就像被弃不住 不得路啊 那要想到自己啊 想到自己呢 以前呢 虎 尾 舌头 树然 道立啊 自为若此 想到自己以前是如此 这后面这两句哦 想到自己以前是如此 卑他亦然 所以他自己有没有发现 他有没有先升起出离心 他要很清楚的认识苦 认识自己错在哪里 之后呢 他在帮助别人 而且他要让对方出离的时候 他那个动机 还有那个体会是非常的深刻的 那 卑二圣 卑二圣的部分 他说 分为四红试院里面的哪两个四红试院呢 就是 各位 众生无边试院度 还有 烦恼无尽试院段 这第七行的部分 他说这两个啊 二圣的这两个呢 卑二试院的部分 众生无边试院度的这里呢 起大悲心语啊 他说 为什么众生无边试院度 然后他说这个量无数啊 众生的数是无甚多 而愿意度甚多的众生 那烦恼没有边底要断 然后 最后呢 当然你在住的时候 怎么样来度这个众生 要什么态度 要如实相 诶 知众生如如如如佛如 对不对 然后 可是度如佛之如众生啊 那这时候 你的态度会怎么办 就像常不清菩萨 是不是 就是会很恭敬啊 而且不见得会以优越的态度 那这个好处就是 我们不会种下慢音啊 不会种下慢音啊 然后重点 我这边要谈的 这个前面 这大概大家都了解 他说第十一行的后面 他说 这两个世红试院啊 众生无边试院度跟烦恼无尽试院段是杂毒的 为什么杂毒 他给你的解药是必须要关空嘛 要不然的话 你很容易被他牵去 因为他是杂毒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说 如果你偏关空的话 你认为众生空 烦恼空 很有可能就不见众生可渡 你也不能够理解他的那个 在痛苦当中 而他不知空的时候 那个痛苦 他只以为实 众生是把X当成是实的嘛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认为烦恼空 众生空 有时候在做起来那个 悲切性 有没有这么深 没有 他就说 那时候就不见众生可渡 但是呢 如果 你我们用另外角度看 你真的太悲切 太被他所感化的时候 见众生可渡的时候 很容易多到什么 爱见大悲 爱见恶罗刹 爱罗刹跟见罗刹 对不对 很容易堕入爱见大悲啊 为什么 比方说 有的同学不是常跟我讲 法师啊 我很容易生气 尤其现在人啊 因为生活空间比较局限 他没有户外 有的房子像他们 甚至一个房间就只有一个落地窗 完全没有别的窗户 尤其现在都流行买套房 那又不是豪华套房的话 就是这样 整个房子就只有前面一个落地窗 又怕对面的人会看到 然后办公室呢 又看不到外面 我就有时候一台就看 我说 今天天空很蓝耶 我说 对不对 法师 我今天都没有抬头看天空 然后我说 那你平常的生活空间呢 他就告诉我 描述完以后就发现 因为现在人的生活空间都局限性的 那如果说他搭车也是搭动 赶时间都局限性 那情绪在发泄上面 事实上他没有一个舒缓 当你看到宽敞的东西 环境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你的认知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他说他有压力 为什么当你到郊外的时候他就马上想要深呼吸 手自然就深呼吸 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他发现说 原来很多很烦恼的事情 当他走到郊外那一刹那 就忽然都开了 那这就是一个认知上 那因为在这个环境下回来我们的正体 很多人他就会 当他打坐的时候就发现 他对很多东西都不满意 只是他都碍于人情失故 他在忍 他在忍 然后呢 那他不满意之后 他就发现内心事实上有抱怨 事实上有撑心 只是他没有说出口 没有做出动作 然后当他打坐那一上那上座 说很清楚很清楚 那我们就说人要什么去贪 撑吃啊 要远离三毒啊 大家都会背啊 那一刻那时候他就说 这个怎么办 然后呢 我一直跟自己讲说不要生气 这件事情实在不值得气 可是那件事情我越讲不要气 我就越想到他怎么对不起 我越想到 我哪里做的没有不好啊 就越觉得自己有理啊 那我就跟他说 这就是烦恼无尽事愿段是杂毒的原因啊 都在想那个事情 不要这样去做 但是有没有问过自己 为什么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会嘎在这个上头 哪一个点看不开 有哪个方法让我看得开 都只在说不要这样 都只在说不要这样 但是从来没给过自己解药 该怎样 为什么 而且该怎样做 都说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 没有 就是说 这是要断嘛 就是不要就可以了 我说不要 那你必须要先找到方法解决他 而且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要问对的问题 我说你上座应该要正思维啊 他说不是都不要思维吗 我说不要思维 不是都还是浮现啊 你还是在思维啊 他说思维不是不好的吗 就不要思维 我说不是 你自然你也控制不了 而且我跟你说 人的脑袋啊 这是以前我们读心理管理学上讲的 人的脑袋啊 随时随地都在动 所以说你要让他 给他什么材料去让他思维 你要给他什么材料去让他思维 所以小孩子的脑袋 你不要以为他不动 所以人家讲说 小孩子如果你要让他学语言啊 想要学的好 你可以在他旁边随时放各种不同的语言 然后他虽然可能现在不会讲 但是有一天他去接触的时候 他变成不会陌生 好 让我看这里好了 为什么要换呢 所以说这个烦恼无尽呢 试验段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就会跟着烦恼跑 然后一直在想那个地方那个点的时候 而且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就会跟着他跑 所以我们反过来跟他相应的那个叫什么 法门无量试验学 如果今天想的问题 像刚才那个 他遇到不要生气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想到说 该怎么问这个法门 要去想的是后面这一个 所以说法门无量试验学 这个就不是杂毒的 他代表我找到正确的方向 朝正向的思维 那众生无边试验度就表现 我就想要有的就是夫妻啊 他就想说 他就想说他要度他家人啊 然后想说要度他小孩啊 然后那天到晚就在想要怎样让他小孩变成他心里面所想的那样子学佛的佛化家庭 一天到晚就在想那个问题 那我们就还要 这次就只有两个问题要确认 第一个是 他真的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形象 就是合乎佛陀所讲的佛化家庭嘛 他认知就是大家一起去朝山啊 大家一起去供养啊 大家一起去布施啊 然后做义工就全家出洞 他事实上他讲的不是佛化家庭 他讲的是 全部人都要以养的兴趣为兴趣 我看起来是这样啦 那什么是佛化家庭 在佛陀在教导那个 有一个叫善生的时候 他就有跟他讲啦 而且还有像他在教导那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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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什么女 我一下忘了 那他在跟他们讲的时候 就有教导什么样的才是一个佛弟子 那怎么样跟家人相处 那个就是佛化 那个才是真的化 内化自行为当中 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 众生无边事远度 有时候我们在跟着一个众生 在想要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的时候 越是想要去度化他的时候 有时候就难免会去迎合这个众生的口味 会去迎合他 会做的一些事情 可是却没有想到 怎么样让自己先去认知到正确的路 就是佛道 还有法门 所以这两个是杂毒 就是因为他的对向性 有时候思考的时候会嘎在这个上头 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他牵着跑 就会对这个众生或对这件事情起了爱 或者甚至对他起了撑 或者对他起了邪见 因此他称为杂毒 是因为 本身背后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有个空 而且有个正思维 就是一个庙囊 智囊 这时候他去处理这两个项目 他是很容易感受 或者追着他们跑 所以众生无边事远度 这个众生 看能不能做到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就像很多师父他们都会跟地址讲啊 要把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家人心要先放开 要把这一份爱要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时候 要对别人既然都可以 对别人家的小孩都觉得别人家的小孩都不需要操心 都很放心 所以有什么对自己家的小孩就是很担心 然后那个到底是担心还是想要把他塑造 就是常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常听很多录音带开示家庭的问题 十之八九都是在这个上头啊 那在这个上头之后后头就要回头问自己啊 这个在佛陀的教法当中 这个法门无上誓愿学的时候 我们用了多少东西在这个应对上 那举个例子 告诉你们这个危险性啊 同为一家人 成为一家人 或者我们就在课堂上 基本上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夜往 相不相信 我跟你们都是 我在你们的夜往上 你们在我的夜往上 对不对 只是夜往我们的吸引力是善的还是饿的 对不对 插在这里 那我们就会在同一个课堂上 基本上我跟你们的夜往的吸引度 绝对低过在现在路边走的人 是不是 好啊 因为强过他们 强过他们 所以你跟你的家人的吸引力的夜往 是不是比较强 是吧 好 那下辈子 转身再过来啊 夜往可能有些人这辈子有遇到 这辈子都没遇到对不对 那转身我们在相遇的时候 你们会遇到夜往很弱的人 还是会遇到夜往很 跟人家吸引力很强的人 强的人 强的人嘛 所以人家讲说有时候啊 这辈子做阿嬷的啊 然后混混他要抬 他起地要抬地啊 人家说 那是你阿嬷 你没听过吗 没听过吗 这个故事我没讲过 有没有讲过没有 就是在以前乡下 很乡下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一个人 他从小他阿嬷很疼他 结果有一天呢 他阿嬷就往生啊 那他也慢慢的年纪长大 他们家就 古早的 娶媳妇就要抬地嘛 那抬地 然后人家就要抬地去抬啊 然后那个地就经过他们的门口 以前都是养 养自己家里会养几只猪这样 然后就经过 他就有一个出家众啊 他这猪就一直在哭 一直不肯去这样子 因为在那些 白的啊 你就不肯退去啊 这样子啊 然后就有一个出家师傅啊 就经过那个前面啊 就跟他讲说 你别杀他啦 他是你阿嬷 他看你娶媳妇在高兴 你还杀了他来艳客 那故事就讲到这边而已啊 那后面我可能就是 那后面就是在说 有时候在相遇 在吃的时候 在吃这些 有些吃那些众生啊 多多少少 大概不是他欠你就是你欠他 那这些众生 为什么会有相欠 也是因为他们夜晚 曾经过去相处的很密切 就会相欠嘛 也是这样啊 那现在我们讲了 我现在就撇开不谈 我说我们下辈子会遇到的是 我们夜晚吸引力强的众生 那假设好了 这辈子是因缘很好啊 两个都是各过各的相安物 是因为以友谊的基础 两个没有互相的相欠 可是呢 可是两个发展的路线不同 发展的路线不同 然后虽然你不觉得 在任何事物金钱上有相欠 可是心里面总觉得说 一 有时候讲话 做事就是 让我心肝 感觉 这句话有想到 还是怎样 对不对 心里面会不会有那个怨 会有嘛 可是因为友谊的基础上 然后他也没什么大碍 然后你也就没有说了 然后这样叽叽叽叽 到下辈子相遇的时候啊 你会 你猜那个怨会不会出来 会耶 你看到他就是摆 超音耶 就是一个脸就是 不爽 不愉快 这样子 那那时候如果他是善之士 往善之上 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你这样的脸没差 但是如果这时候他刚好这辈子 他不是走向修 不扶修 会的这条路 他下辈子他是成为一个 很心狠 然后动不动 就会掏枪的人的时候 你跟他摆这个脸 你会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有吧 这时候你想到下一刻 就有点担心了 那我再问你们 假设好这时候就不谈 我们在网上 我在网上说 好吧那你假设你很厉害 这辈子当身解 当身会解脱 成了阿罗汉 那佛有讲过啊 就算你成了阿罗汉 他在他方世界 你这辈子就算都给他取 灰身灭度 给他取空灭盘 都给他出去了 不到三界来了 佛法说婆世界 他说什么 他到他方世界 都要想办理 叫你回小相当 你要回小相当吗 那就要行菩萨道啦 那行菩萨道 你哪些众生 跟你的圆最相应 也是这样的啊 迟早 他还是你要去度化的人 那你现在跟他圆好一点 你来身做菩萨道 你现在跟他散真上 你往这条路走 你也让他往这条路 互相 那这条路不是你去塑造的 是只是给他一些因缘 让他去寻修 而不是 他要去拜佛 全家跟着他跑 那个不见的是好事 搞不好他们都去拜 都给我妈妈这样啦 给我妈妈妈 你敢要灌啊 每一拜拜他去 抱怨 那时候你看这个 这个结得很深耶 我们有佛说禁业葬经 对不对 很多人在做 在做慈戒的时候 他反而什么 他在生我慢嘛 这些人都是出二人 这些人都是没有慈戒的人 这些人都不是解脱正习 他自以为慈戒 可是他随时随地都在慈我慢 他在兼顾我慢 以此二一元来生堕地狱 不是吗 那个佛说禁业葬经 你们上过啊 这样了解没有 很可怕的啊 那你今天想到后头那一段 现在这一段就会 很辛苦了 很怕了齁 就会很怕了 所以 有些事情就前头要去做 所以我要跟你们说 这个众生无辨度 烦恼无尽乱 这两个啊 记得它是杂毒 重点要 以后要学会问对的问题 走正确的方向 就是法门 无量 誓愿学 也是誓愿资 举了这么多例子 只是希望大家留意啊 像我刚刚就很快的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放这个 这个口气就不是很好 对不对 搞不好我们现在两个 就已经结下一失的怨 不过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对话 常常都这么快 不要学哦 不要学 要学就想说 诶 那个我们还是回头看那一页好了 现在这一天不要放 免得给网路看视讯人会误解 这样就比较好听齁 哈哈哈哈 好 来我们回来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 拔苦因不拔苦果的时候 不拔苦果 他说这个是啊 他说知道这一些啊 他说为什么 他说 你重点在后面啊 只拔苦因不拔苦果的话呢 你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此事会砸堵 故管堕空啊 你要从因跟果的角度 都要去处理 所以你最好是用那个 后面两个誓愿 所以我们很多同学都说 对不对很多人都打坐回来 跟我讲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事实上 都是没有训练成问对的问题 走正确的方向 都在否定 我记得 以前有一个菩萨还跟我说 他说他擦佛桌 那擦佛桌都要想清静的嘛 那他都想说啊 人家讲说擦佛桌 不能想脏的 不能想脏的 就他每次脑袋都要想脏的 那我就说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 没关系以后你都不要管他 是不是不能想什么 我告诉你 你擦佛桌就想 什么 愿如尽流离 愿如金沙布地 就在念这个就好了 那这时候就可以 不会去想那个 你就念这八个字就好了 然后他说 那在上供的时候 他就说不能想粪便 不能想 因为戒律都讲说 当你在供佛在念什么时候 你不能想清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 禁房 也就是厕所 然后你当你在 我知道你不能想这一些嘛 然后他就说 讲到不能想 他每次拿起花 就开始想 那我就看他说 那没关系 你就背另外一句 愿以此 化作上战真修 真妙楼阁 供雅实放三切诸佛 你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取代他那一个 既然他不能 你就会说那该想什么 当你看到里面说不能不能之后 你就问自己 那既然不能这个 那该做哪一个 然后同时就自己把那个不能的答案 的解答 该怎么做 写在附近 这时候 以后就不会犯 就当你 等于是你看到 否定的 限制界限 你也知道哪里是该走的路 就不会把那个布给放在心头上 然后到最后那个布的都记得最清楚 然后布就直接省掉 就只记得后面 这很危险 很多例子 OK 好 我们回来 我 这个是我很担心的 很多人上座以后都 这个 这个布这个问题是 惨得不得了 今天呢 他说这个不可思议 前面现在这个八个法界是可思议的 那现在十四行说 不可思议的话 就是说 这个非毒非为顾名为真 非空边非有边顾名为真 所以叫做真正真正 真跟正 真正发菩提心 所以它是与虚空度 十六行 是与虚空共斗 也就是所谓的在虚空重数 你虽然知道这个斗 为什么讲斗 是因为你必须要去处理的是烦恼嘛 那 然后虚空重数就是说 你虽然知道福德 你虽然知道你好像庄严的东西 也是一个空 也是空性的 可是问题是 你却愿意在上面重数 愿意在上面执福德 那叫虚空重数 与虚空构斗的对象是因为是烦恼 好 再来是持 他说 是不可思议心 一乐心 一切乐心啊 我及众生 息遂求乐不知乐音啊 如子瓦利 未为如意珠啊 他说虽然以前求热 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才是真的对的 然后呢 拿到一些比方说 我们追求快乐 很多人追求快乐 像刚才举那个例子 他追求的佛化家庭 他以为那样子就是佛化家庭 是不是他反而拿到 跟贪嗔痴吃相应 甚至跟人家会结夜网 结得很差的那种二夜夜网 他还把它当成 这就叫做佛化家庭 把它当成叫做如意珠 就是不是变成是这样 例子就很像 然后呢 他把荧光当为叫做日月 那今天呢 真正的二世院 真正是对的 什么叫做如意珠 什么叫做日月 应该是法门无量寺院之根 无上佛道寺院成啊 这两个才是真的是对的 那他下面就有举了三个 这三个 我就请各位自己要先做笔记 就是说 如果知道法门永极如空呢 就是念念念佛境界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头一遍 就是念念念佛境界 这就是一 就是念念念佛境界 就是你知道法门永极如空 而且寺院永极 你知道这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念念在那里 好 第二个呢 虽知法门呢 如空无所有 但是你誓愿 咒愧庄严 虚空 而且你知道法门佛道非诚所成啊 你却愿意虚空众数 只要虚空众数 这时候就是念念回向 你念念回向正等正觉 你的回向 那个众数是代表你有一个回向的标的 你愿意念念回向这属于 第二 第三个呢 就是你们的十二十二行的后面 你们找到三 好 二十三行开始 虽知法门即佛果非修非不修 非修 而这个修呢 又不是所谓的正或德 非正非德 是无所正德 可是你却正所得 正所得 这个果位你真的得到什么 有之于你 我们这样子讲 比方今天我们讲说 奇境佛或者无清文佛 就是奇境佛或清文佛好不好 这两尊佛 那奇境佛或清文佛 我就问说 那时候奇境佛或清文佛的 我问一下无先生 清文佛是有别于你 而且是别于你的另外一物 而你自内面取得吗 不是对不对 而是由现在的这个清文 他透过一段历程的修 而后他正德清文佛 所以说他不是真的有得到一个什么 或者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而是说他这个是正所得 这样理解的吗 不至于 所以有人说 要得至于另外一个东西 好像才是拿到自己有所谓改变 事实上是从这个本体来去做处理 好 来 再来一个就是 他说 那这个第三个 就是法门及佛果非修 这个地方是正的 这个地方要处理 就是说 你这个圆秉图啊 怎么样去处理 像后面讲的 是名非为非独 是名为真 非空非见爱是名为正 当你圆秉图当中 正跟德 正得及修行的历程 把这个法门不断的增上 往上的走 你的圆秉图是不是清净分量就会增多 就是三 圆秉的百分图清净会增多 那当清净增多的时候 也就是跟爱见呢 不相同 来看一下你们的不同爱见 有没有找到 就是在二十六行 不同毒害 不同弹空 不同爱见 这三个 这三个配合上刚刚那个图 刚刚那一个 就是说 当你不同毒害 和你不同爱见 就是代表 我们已经 虽然是同样的现在的亲吻 可是当他的毒害跟他的爱见去揽的时候 同一个亲吻 可是他却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代表他的圆秉图在增加 那不同弹空 就是说代表他的念念呢 在回向于正等正觉 因为他是空中中数 不是纯空 他是一个不弹空 这样理解了没 好 那念念念佛境界 这个念念是指名词 念佛境界是动词 就是念念都要细在这个佛境界 以此为他所细 前面这两项跟回向正等正觉 一个是我们的法门 一个是我们的目标 这两个也都在回向于我们的意念 跟我们的习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业 也就是回向到最后是圆秉图 等于这个图可以 这样子看懂一直没有 好 来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啦 就是要怎么做到善巧安心啦 我觉得我就不要问懂了没 每次问懂了你们都点头 那以后就不要再问了 以后录音就会录到懂了 懂了 我就不要再问了 来这个善巧安心 巧安止观的部分 善巧安心巧安止观 他有分为里面最重要 他有分一个法行人跟性行人 有法行人跟性行人 各位有没有看到在262页 那他在讨论这个法行人跟性行人的时候啊 刚开始他会说有法行人 找到右边没有 好然后性行人 然后法行人跟性行人都各有直观 那因为根性不定的人就代表他可能性行人会转法行人 叫性转法 那法行人可能会转性行人 所以说叫做法转性 所以根性不定的他算出来会是成为两倍 那这是属于化他 那字形也是一样 就是有根性不定也要算在一种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来看这个文章 他说善巧安心啊 这里面必须要以止观 安在哪里 安于法性 我们之前上过一个叫做随之一三昧对不对 他说你的心性也就是法性 你随之一所昧随之一三昧最后你就要处理的那个要心的部分 也是要回头看到心性 也就是要法性 怎么样让直观安于法性 也就是安于你的心性 上达尔不可失忆境界啊 就是知道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啊 我们刚才上面讲 我们原来说的有几个法界啊 都是可失忆的对 可是后来发现原来一念三千那里面 就发现原来一念心是灌死法界 原来现在虽然是这个像 可是这一念心却有可能令我们成为跟不同法界的众生相应 甚至导致于我们恰一个 我们会趋向于哪一个法界 这就是不失忆 好那时候知道这不失忆的境啊 冤傲为密啊 博韵和慈悲横盖若此啊 全部都在哪里 在你的心思 这个心上头啊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让直观呢 也这个也要让你的心 直观是方法 要让你这个心安于法性 他说总明呢善巧安心啊 无明吃货本来就是法性啊 就是无明及法性 无明及法性 怎么样让无明 你说无明真的有个无明吗 那糟糕了 一定要丢掉无明 才能够得到法性 那就是前提跟佛陀说的有相违 就认为法性是有实体的 你有所得 你认为无明是有自信的 是有实性的 是有实性的 所以你认为有所去 那如果都知道他们两个是无自信 这时候我们当下 看到我们自己的无明 我们就知道说 只要我愿意朝向法门去掌握 愿意增上自己的名 这无明自然 他也就不是坚不可辨 我也不需要去掉什么 我自然就转变了 好 他说啊无明或本是法性啊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把痴迷 所以说法性变作无明 世上他们原来都是在法性里面 都在自己的心性上头 你说是不是 忽然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性 就是跟佛的心性是如如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 把那个无明吃货啊 把它去掉 可是这个去 又不要认为自己真的有所去 而是因为我们找到法门 让自己呢完全内化 每一根外面的十二因缘 六根对六成十二路进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与明相应 而不要与无明相应 这时候就你说还有没有去什么东西 没有 只是让他就变成也没有所起 也没有所去了 来再往下 那无明法性变作无明啊 而后产生的种种的颠倒啊 慈善不善 我说起诸颠倒善不是好的吗 为什么起诸这个善还是会认为不对的 因为啊当如果是执 执着的执 执善 这糟糕 这也是会有问题的对不对 执善也会有问题的 如寒来结水变成尖兵啊 变成尖兵 那免来呢变心 免来变心有种种梦啊 就像睡着了一样 那今天的止观的止呢 他说重点就放在体 其实不起灭 但是我们认为他真的有所谓的起灭 这个在破法片就讲过了 那体既然体达继承呢 你体达 体达说原来这个病没有起灭 那你就不会得妄想 也不会得所谓的法性 你体达继承啊 那你还原版本的话 那法界聚集 就叫做名为子 像这个子的时候 后面有没有智慧在做你的依据 有 然后呢 观的时候呢 观察无名之心啊 他说第一个就是上 跟上面要等同于法界 下呢 有没有找到上跟下 一跟二 下呢跟一切妄想善恶啊 那你就发现原来呢 上懂法界本来皆空 下呢你看到一切的妄想善恶也如虚空 无恶无别 那譬如什么 捷径啊 讲完了一句话 他最后就是说 你知道一切都是一个没有自信的 你能够安 那你要安在哪里啊 安在法性上面 安在这个法性要怎么办 这个法性是般若空 安上去了没有 你们有没有安好 然后十五行的后面啊 借而念起啊 所念念者无不及空啊 空亦不可得 所以这个空啊 不是真的有一个认为真的有什么空 而是般若空 与智慧相应的空 叫做般若空 那就像前面的火木啊 能死心燃异附自燃 就像是 什么叫做火木 柱角有没有 就是一个木材啊 他已经点燃了 那这个点燃的木材就像火把一样 那他今天呢能够去燃着其他还没有点着的东西 就叫做那个材料就叫做心 对不对 心 那他也可以自燃 就等于是说 他今天自己可以自立 也可以去化他 也可以去燃烧别的别人 去燃烧别人 烧别人令别人断烦恼 法界动朗啊 西界大明明之为官 那这个子呢 子官的话 他就提到一个 就是不动智 找到没有 不动智 造于法性 这是官 得 这就是什么 官智得安 也就是子安 那不动于法性相应呢 就是子安 也就是官安 就是要告诉各位 子 跟官 第一个 第一个是第四行的 官字 有没有找到一个官 集市官智得安 找到一个官 那这个官 官的话 官智得安 事实上就是官安 那你不动智 造于法性 有人说那个造的动作就是子啊 事实上造的东西本身是造 这个字 事实上也就是官 也就是官 那不动于法性 不动 然后你跟法性能够相应 不动于法性相应 那就是能够子 子于哪里 子于法性而不动 那也就是官 有人认为说 这应该就是子 事实上他也必须要有官 如果你能够跟法性相应 那当然必须要 有智慧 让自己跟法性相应 所以这里面 后面有没有官 也有 那你今天不动智 来跟法性相应 看起来相应的时候 而不动 看起来像是子 可是背后 事实上就是不动智 跟法性在那里 横照 叫做长照 长吉 所以是先指后官 还是先官后子 蛤 还有人有先后吗 你跟老师你都没有讲到答案 是不是 我有没有讲到答案 应该是没有 对不对 我跟他两个是没有答案的 你看都没有讲到答案 哎呦 他说啊 那后来判卫阶啊 他说判卫阶啊 他说如果都不得安啊 你就是子跟官都安不到法性相 那怎么办啊 他说心神明媚啊 那这时候情况啊 你不能够直辞把自己的心官 你也没办法去注意把心给锁定在哪 你想要官 可是呢 你这背后 既其他后面 暗于其末 就是你越想要起官 你越发现好像就反而越看不清楚整个情况啊 那加工苦治啊 散祸被隆啊 散祸被隆 你越想要用功 你越发现越散乱啊 然后呢 敌 就是你要去对抗这些魔啊 就是烦恼魔啊 你要对抗这些东西 却会发现他那么强 自己的能力这么弱啊 欲望相恶啊 不得进不可得退啊 他告诉你一切事情 续命奉道 见以鸡骨 事巧安心方便回转 令得相应成观行为啊 通常十四八九 前面会有这些状况 因为你不知道方法 这时候如果自己有一些想要退 就是所谓的慰 嗯 我不太记得这段文章 是不是你们前面上个礼拜有上 还是以后会上到 他就讲说 如果我们今天在修行的历程当中 你看到了一些情境 或者你遇到烦恼魔来考 或遇到病魔来考 然后或者说 刚开始以前在修行的 在还没有起修的阶段 因为我们是散乱的 没有看到自己有起各种烦恼 当你开始起修的时候 忽然发现原来所谓的心思纷乱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忽然发现找不到一个 叫做 救生体或一个浮沫 可以去抓一个方法 可以让自己前进 而心里面生起了一个叫做恐惧的心 或生起一个畏惧的心 叫做恐畏 他说若畏 你如果是畏惧他的话 那则就是 你就会心 就会生起邪 生起心 生起邪 那你心生起邪的时候 就很容易与邪见相依 你会去找到其他 旁门左道的路上头去 那如果你生起修 那你就不愿意再往前行 那容易什么 道业即废 所以说畏跟修 这两个他就说 最好的方法在你开始前行之前 发心要修 你就应该开始要文经教 然后而且要自己提检自己 随时随地要做忏悔 所谓提检 事实上就是忏悔 因为忏悔 你看忏悔文 他都会说往昔造了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时候就是提检自己 一方面也就是要 借助佛的家批 让自己无惧 所以透过提检自己当中 回头也在找听文经教 这两者相符之后 目就是你的目 然后也透过忏悔 让你自己去慢慢具有能力 然后提检 让自己确定自己 可以走多少的路 这点是这个指南的图 这个旅行的图 符合我们这个行者的 旅行者的他的财力或体力 这样理解了没有 那这时候才去走这条路 那既然上路了以后 很多人他明明可以好好的念佛 他也没什么考验 但他很喜欢去问 嗯 我说说 如果不小心被我说到 不要难过哈 有时候说 就发现好像是一个常态 就很忽然停住了 我有认识几位那个南部的师姐 南部的师姐 她们很可爱 她们很喜欢去 去问一些 那些 曾经营导如果没有孙 就要去问说 谁是营导哪个人贴到的东西 然后是哪个人贴到的 那是说 是不是营导的像像像 然后再是说 凡事的可能是 她爸爸的阿姑 那一必死就是人 你可能不在世了啦 好远好远的房 几房几房的人 这样子的什么事情 那也有人可以告诉她 然后 她们就会 她们也是学佛阿 她们也是学余 也是佛弟子阿 也很护慈三宝阿 然后可是 那她就开始在那里紧张 她每次打坐阿 就说师父 我真的不敢打坐耶 他那的 那的 他去问那的 就跟她说 他若是念佛阿 然后 冤亲在主 就会来要功德嘛 那我问你们 念佛跟修法 不就是希望还债吗 那冤亲在主 来要功德 这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所以说 这就是跟她讲说 不能不能听 在家里面不能听奖金 不能看佛书 然后家里面 只要放那些东西的地方 都特别有那个来 这个我也听过阿 这个在金山 那个金山要盖 金山以前不是都只有一些宝塔吗 好几个宝塔 然后好多阿 后来那个 师父不就是 圣爷师父不就是说 要去那边盖法谷山 人家说 那就是这样啦 他那奥 那奥 那奥一套 一套一套一套 我就心里 不好意思我才很想笑 我心里在想说 师父不是说那边是好海 好山好水吗 好山好水的地方 当然台里就好啊 现在人们都看台里 到那岸黑 当然也是 那个应该是说 大家英雄所见略同 跟这个应该 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如果说那个很重 那你们现在还去那个地方 那很多人师姐 应该现在都不敢去了 因为每次去 都带一趟回来啊 我是说如果以南部那个理论 你就会适当推这边 就是一定会这样嘛 所以这两个理论 就是南部听到那个 跟北屋听到这个 就是会有 会有那种很好笑的那种逻辑 不相应啊 那 当他听到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相信说 当这个人他所说 跟自己是不相应 不相应 我们讲讲说 就是像戒律里面讲 今天你遇到的众生 如果他没有天眼通 他也没有宿命通 你可以对这个众生说这一些吗 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你要对等 要相对等 如果不对等自己在那里说 那只是会令众生起畏惧嘛 你要用别的方法来调教他 不是用这样的东西去恐吓他 对不对 你可以举很多例子 很多故事给他摸听 然后他知道说 哦 原来佛陀里面是什么教化 但是不知道说 你的谁谁谁就在你旁边 他怕死啊 那很多师姐就是这样子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可能一个传一个 然后以后就会说 啊 修行的时候啊 哪些地方不能如何 然后在家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那 当他要 人家说啊 你心要念念念念在佛 我就跟他讲 人的念头会一直在转 然后他就跟他讲 在家里不能念佛 一念佛就会有人来讨 这时候他就回家就不敢念 那你说出门的时候 就要开始念 他就说 那出门就可以念嘛 因为就不会来家里面嘛 结果我就吓他 你说怎么吓他 我说你怎么很确定 这路上交通高速公路路上 事情比你家还多吧 那你怎么不确定 你在念的时候 他们不会发生 不会出现 这个 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毒了 然后我这个例子 我就告诉你们 我之前有一次是放艳口 那个艳口 艳口的时候 因为艳口它不是有一些招请文吗 那一次那个做艳口那个大事啊 它实在太会唱很好听 所以说我们那个铜车里面去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去 就是铜车上面有几个师姐 就很好听 他回头就在唱 路上就在唱 那可是因为我师父就有交代 我师父有 我师父有跟我们特别交代 叫我说不要唱 回来不要唱 就念佛就好 然后念你的佛就好了 不要在那楼里一直唱 然后他就会唱 他就会唱 然后唱 因为我是开车的 我那里有开车 然后我在 那个是十七人做那种 有点类似中巴这样子 算是大车喔 就是很像林洋港竞选 那个巴士一样 然后同一个牌子 同一个车型 我就开那一台车 他那时候不是有那种 竞选小型竞选总部 你知道有个叫做游动总部 就那一台一模一样的喔 所以那时候有那段时间 我开那台车出去 人家都还帮我们指挥 以为是他 然后呢 我就那个师姐在唱 可是因为我开车 我在前面很难讲话 后面听到 后面很热闹 结果后来一个 我就请我那个师弟 一个师弟过来 我就跟他说 你跟他们讲不要唱 师父有照照 他就跟他们讲 我那师兄就是我 他不是讲师父喔 他说我 我这样不要唱 那师姐就拿起来 就拿麦克风跟我讲说 可是很好听耶 而且我们在车上 又是师父你们在啊 有你们在 等于算是一个结界啊 然后我就 他就在跟我讲麦克风 我在后面 那车上有麦克风 结果我就跟那个师弟 说你麦克风给我 拿着 我就看到说 第一件事情 我没结界 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问在场法师 有谁结界 第三件事情 既然都没有结界 你们沿路就糟吧 跟着你们回家 跟我没关系 我在此声明 我在此声明 然后立刻 我这句话讲下去 全车安静了 不得了 没有人在那里唱 喔 那是他们的事啊 我公明啊 没有啊 我那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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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知道 燕口放完都晚上了 一定会先送他们回家 我们才回去的啊 楼车就说 要走那车回去 就会摸摸摸摸 难怪我会 我会惡名昭喬 我会现在自己长大以后 自己觉得 我那时候太调皮了 所以我那时候 有跟你们讲过 像你们拜参 哪些参本在家 可以拜哪些 不可以吗 我说很简单 你看他前面有招请文 如果招请的 都是十大弟子 大菩萨 那你没有所谓的恶户法 户法有分 恶灵户法 跟散灵户法 你看他寢的都是 没有所谓零的护法 而是属于我们一般标准的 就是属于正向的 那你可以在家里拜灿 那如果他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属于 因为现在灿本 你不能说什么灿什么灿 灿本陶姐的招情都给你改的 改的几乎同样的 讲叫做什么灿 他前面的招情都给你改掉不一样 只在后面那个灿悔文是一样 前面都改的不一样 我就给你们看那个 那后面如果前面的招情是不太常见的 或者一切神奇那些的 有些东西你们就留着到法会去拜 对不对 那时候教你们 跟这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你心里面又要害怕他们 我跟你讲 如果你心是正 你心一定要拿正 你如果心里面拿正 第一件事情是说 你做的事情就不会做到与邪相应 基本上 那如果一个人会与邪相应 他自然心就是不正 那如果你是念念在正念 基本上龙天护法也会护你的法 那如果心有邪 龙天护法也不护你的法 那因为心有邪就会畏惧 那如果心有正 那就念念与正念相应 那自己正 然后龙天护法也护 双重之下 事实上他想来找你 他看到你 你也随时都回向于 像我们 像我不敢说我念念都很OK 有时候我会发脾气 有时候会 像我刚才我就发现 唯一眼神不对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我讲错话这样子 像这种时候就会自己就会马上发觉到 那像有些时候也会警觉到 那就跟你们讲一个就是说 假设他是一个都OK的状况下 那就像我做不到 但是我们至少 因为我是都是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十方护法的嘛 所以我回向是回向谁 我好像跟傅梅金讲过吧 他说老师你来上课 你们收获很大 他说他收获很大 讲了一些写Email这样子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能够开课是你们护持的 所以功德是回向于你们 还有周围的一切护法众生 甚至护持基金会的众生 你们的晚上回向是不是这样回向 还要回向给谁 回向能够传法到现在这些护法龙天 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他在这里这些传法这些 让佛法灯能够不灭的这些人 不是光眼前众生 第三件事情是说 他就说 那护持我 他就回信他说护持是应该的 怎么样怎么样 讲了很多 然后我就回信跟他说 那你赚更多啦 因为护持我也是回向给护持者 那所以说你赚好多 这样理解没有 所以你自己要回头去乱那个 后面的一个行程 你有些事情就不会 嘎在上头有那个结啊 跑到错误的地方去 这样理解没有 要训练这个逻辑 要训练自己的思维 那这个思维要去培养的 不是说人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我甚至常跟你们说 你们连我说的 你都要去思维 思维之后有错的跟我讨论 你觉得有怀疑的跟我讨论 那如果你觉得OK 思维也合 那就知道怎样 你透过思维 同时开始你会去想 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那这个思维可以帮助我们 内化 可以帮助我们内化 那你跟我讨论 同时帮助我两件事 一件事情让我检查我没有错 第二件事情 我会发现我将来在讲课上面 那部分的东西 我讲的不够清楚 我可以再阐释的更清楚 你帮助我跟更多的众生结好缘 也是帮助你自己 所以对我来说是双重收获 好那我们再往下 那这个地方呢 他讲的很清楚了 所以说你这个 训命奉道 见以击鼓 他是讲的最极端的方式 讲清楚也就是说 你就是应该绝对不要管 他是不是敌强利落 不得进不得退 你这时候更需要让自己呢 安在上头 就像我们在实在讲 四禅波罗蜜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在每一个禅定之间 他有个味道滴滴 还有个中间定 中间定跟味道滴滴 中间定是不是非常的 晦暗难明 味道滴滴就开始 渐渐朗然 而那个中间定 甚至比方说 初禅二禅中间定 初禅二禅中间定 这个中间定 他的位阶高过初禅 低于二禅 他的慧暗比初禅的时候 还惨 让你以为自己退的初禅 退到色界 预界 就退色界定 而退到预界来 可是他的位阶明明是在上头 他会让你误以为 甚至会有这种情况下发生 这很可怕 所以那时候如果他当时 自己以为自己不行了 想要有那样退转性或畏惧性 很可惜耶 想要到色界定是一个大关 好不容易过去了 只有居然退下来 所以很多中间定的情况 都会让人家退定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信行人的问题 信行人 你们需要休息一下吗 好那我们休息 快快去快快回来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